欢迎回到游走英国的YouTube频道 今次带大家来到York 第一个地方要去的就是Shambos Market 这里有一个露天的市场 有得买衣服, 水果, 手工艺, 连弄电话都有 而在它旁边就有很多车子档买食 有很多不同食物的选择 车子档自己有桌椅给食客坐下吃 如果在另外这边的档仔买食的话 是可以坐在这里吃也可以 鱼本我打算试试这家泰国食物 但最后都是决定吃这个 吃饱就走去这边里面 通常看一些关于York的介绍都会看到这条 屋里面的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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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面 看回资料 这里是和Harry Potter很有关系 是它电影里面的幅里面的幅里面的幅里面 是它电影里面的幅里面的幅里面的幅里面 一进去就看到有一家店里面的幅里面的幅里面 其实就是买饮品和酒而已 这一家看的名字都知道是和圣诞节有关 门口这两只胡桃甲子的木偶就一定要拍张合照 入到里面是一家两层高的店铺 有很多不同挂在圣诞树上装饰 不知道来到英国之后 你们有没有买回一棵真的圣诞树放在家呢 我之前买过一棵 但是可能房子太热 所以后来棵树原来死了 那些针叶碰一碰都好像落雪般跌在地上 oh no 然后旁边这一家 一看就知道是和Harry Potter有关 大大过九有四份三月台的拍戚厨窗 里面全部都是Harry Potter的玩具和其他纪念品 喜欢Harry Potter的应该会很兴奋 走完Dicamble 就去了一个在小山丘上面的城堡 Clipfors Tower 在上面是可以看到York 360度的风景 不过今次因为不够时间 所以没有上到去 下次天理好的话 就一定要上去慢慢看下风景 在这个Clipfors Tower下面 就已经有一个停车场可以拍车 不过价钱也不便宜 如果只是来这个景点来说都可以 但如果你拍得久 它每个总都要成两磅 八都挺贵的 到桥上面望着一条河 看下船经过这样 其实都是一件很写意的事 沿着岸边走就去另外一条桥 在市中心里面都有不少漂亮的教堂 可惜在这个时候都开始下雨 不可以慢慢拍照 因为要去约克大教堂 这个是英国最大的歌德式建筑 如果有兴趣的话 是可以付钱进去参观的 最后一站就是去城墙 听说走完两里长的城墙要成两个钟 你看到现在的天都就黑 所以我都只是走了一小段就算 这次去York 觉得真的挺漂亮 有机会一定要再来多次 慢慢看清楚这个地方 下一集会去另一个城市 Lincoln 林肯 记住不要错过 拜拜 终于我看见